很多养发财树的花油啊 在网上呢看到很多博主说发财树要想越冬了 我们要给它进行减脂的工作 那么发财树在冬季到底要不要进行减脂呢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温度来决定 发财树它是一个比较盼冷的植物 那么如果你养护环境的温度持续在10度以上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温度 这个时候它都不容易产生冻害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需要给它减脂的 直接正常的越冬就可以了 比如华南地区温度比较高 或者是北方有暖气的地方 把发财树移到室内的 我们都不需要进行减脂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所处的地区这个环境温度 你不能够保证持续在10度以上 那么你就要给它进行减脂的工作了 减脂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我们主要是减掉一些抗性比较差的脂条 比如一些弱脂 还有一些长势比较差的脑脂 或者是一些枯脂 这些脂条的话 我们要进行适当的修剪 剪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够剪完 你大概这个脂条底部的给它留个一两公分左右 这样等到开春的时候 这个脂条部位呢才容易发芽 如果你不想剪脂 或者是没有到一个非常极度的 这个非常寒冷的温度 那你可以给它进行套带保温的工作 也可以用一个塑料袋 把整个蜘蛛套住 这样的话呢 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温和保湿的效果 如果是在现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给它页面喷湿一点 泥霜青甲 泥霜青甲的话 它可以促进你的嫩脂 能够快速的老化 促进这个脂条的健壮 让它能够增强一个抗寒能力 这样它才更容易越冬 所以发财说越冬呢 我们也不要随便的给它乱剪脂 只要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 都不需要剪脂 它也是能够顺利越冬的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